好嘞好嘞我马上到 啊呀 大哥快起来 你没事吧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我没事 你没事就好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啊 哎大哥 要不留个联系方式吧 以后 不用了以后有缘再见吧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你出来相亲 都不得收拾一下你自己吗 谁这什么味啊 臭死了 看你那坏头土脸的样子 真给我丢人 不好意思啊 刚才路上遇到点小意外 所以耽搁了 早知道你这种条件 我就不来了 我可告诉你啊 想做我男朋友 条件也不高 每个月给我十万 给得起就了 给不起呀 我可就走了 哎 姐姐姐 刚才就是那个人救了我 你这是找男朋友呢 还是 还是什么还是啊 你身上这么臭 一个穷小子 还挑我的理 我就这样 怎么了 兄弟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妹妹 你看你走得那么着急 包都忘拿了 快看看 少没少什么东西 这是你的现金 这是你的车钥匙 唉 这些都是你的呀 你怎么不早说嘛 哎呦 你也没给我说的机会啊 哦 对了 我刚才听说 一个月要给你十万的生活费 才能跟你聊是吧 啊 没有没有 我是跟他开玩笑的 十万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关键是 你执吗 来 兄弟 把你的东西拿好 我们走 哎 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 这些东西 还给你 那你准备 怎么谢我呀 要不 我请你吃饭吧 可是 我这灰头土脸的 身上也臭烘烘的 真 哎 身上脏没关系 只要心干净就行 夏天一定少不了 好啦 你们两个 赶快去吃饭吧 送你三月的风流 月的雨 九月的风气 踏雪满天凋零 做你的家 那总 我不站了 小苏 你在公司待了四年 一直都好好的 怎么突然不干了 我也正想问问公司呢 我都已经来公司四年了 可是我的公司才从三千 涨到了七千 她一个新来的实习生 干什么事都得我带着她 就因为她是主管的妹妹 她的工资就有一万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 要想涨工资 我必须得跳槽 小苏 你先别着急 我去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谷主管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那总 你是不知道 小苏现在她妈生命住院了 身上背的全是外债 就算 现在给她降薪 她都不可能走 这就是你对待员工的思维 以她的能力 她明明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 那好吧 那总 这件事 我一定快解决的 哥 你不会真给那个小苏涨工资吧 涨什么涨呀 每天就会打小报告 这次啊 正好趁这个机会 给她开了 这以后的项目奖金 不都是你的了吗 谢谢哥 好干 好嘞 那总 你找我 你说的解决办法 就是把小苏给开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 让你给她掌心吗 那总 你可不能给她开这个先例啊 你要给她开了 那别人 不是都来找你告状吗 那到时候 咱们公司的成本 就控制不住了 这么多年 她的能力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你把她给开了 公司 去哪找一个 能独立负责项目的人 那总 这事你交给我 我能搞定 等我好消息 这项目 接二连三的出问题 你怎么搞的 这项目 之前啊 都是小苏做的 我也不会啊 你说你不会 我不是给你加派人手了吗 哥 要不咱们把小苏叫回来吧 给他涨五百算了 涨什么账呀 我就不信 这个项目没他 就做不成了 我倒是认识一个这方面的人才 需不需要介绍啊 那太需要了呢 那总 我愿意出通了双倍的薪资 那这成本 恐怕不太合适吧 人才 就需要高薪 大不了 从别人那压下成本 现在这个情况 别人 不会轻易离职的 那好 那我联系一下 那辛苦你了 那总 哥 太好了 成了 那总 太好了 这是咱们项目完美收工 多亏你介绍那个朋友啊 哎 对了那总 咱们又有新的项目了 你看你那个朋友还有时间吗 他要能来咱们公司上班啊 那就太好了 我给他三倍的薪水 你看怎么样 好啊 那我约他过来谈谈 好啊太好了 古主管 你还是没有雾透啊 那总 坐吧 我给你介绍的那个朋友 一会儿就到 那可太好了 哎 那总 你上位和我说没有雾透 是什么意思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那总 坐吧 哎 你怎么来了 我请来的 那总 你说那个朋友 不会就是他吧 同样的人 同样的能力 做同样的事情 在古主管心里 这价值 可真是天差地别呀 那总 你误会了 我不是为了 咱们公司的成本考虑吗 像他这样的呀 不会离职 我看公司的成本 可是一分都没少呀 到时古主管的妹妹 刚进公司 月薪可就过万了 古主管你 公司不分 任人为亲 我看以后你的位置啊 就由小苏来坐吧 那总 我这三我老下我小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我 那就降职降薪吧 反正你也不敢离职 老板我 你什么你 带着你的妹妹 给我离开公司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困在其中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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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